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现在的美国已经虚弱不堪 而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更是表现得有气无力 显而易见 特朗普彻底慌了 特朗普最引引为傲的牛市实在是扛不住了 从二战以来 美国所构建的全球霸权体系即将在特朗普手里彻底瓦解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危机将至 正所谓作恶终有报 苍天饶过谁 不过看到美国的惨状后 大家也不要沾沾自喜 因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即将爆发 这场风暴将波及到每一个国家 情况到底有多糟呢 特朗普坦言 美国经济要走向大衰退 甚至要比2008年金融危机还要严重 事实上 为了阻止美国经济衰退 特朗普已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不仅推出了上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还准备向每一位美国人发放1000美元的补贴 结果竹篮打水利敞空 一夜回到竞选前 经济政绩全部归零 那么特朗普的方法有效过没 显然意见 美国市场的恐慌还在继续 有人调侃 你突然给我一大笔钱 让我大吃大喝 所以我怀疑我是出大事了 这说明了 西方国家内部的不信任危机已经越来越严重 这一大危机早晚要来 只不过是2020年提前触发了 看到欧美国家诸一般的操作后 真的很让人担心 恐怕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真的要来了 悲剧又要重现 相比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 这次经济危机将更加凶险 美股四次熔断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见证历史的奇迹 对于股民来说 活了一辈子都没这么惨过 美股熔断 市值一落千丈 三万亿美元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多少人的血汗钱就这么打了水漂 3月19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这将是联合国75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危机 甚至达到破纪录的程度 唯一方法就是携起手来共同抗衡 也就是说 大国之间绝不能算计 更不能有人捣乱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在全球经济化的今天 任何国家都别想独善其身 更重要的是 美国在世界扮演经济火车头的角色 一旦火车头减速 甚至后退 那么车身和车屁股也就只能急刹车 1929年美国经济大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 当天 纽约股市暴跌至极限 许多人将那一天形容为黑色星期四 短短两个星期 300亿美元财富消失 之后引发连锁反应 工厂 银行 商店倒闭 大量的工人失业 成千上万的家庭 流离失所 四处流浪 如果再没有办法遏制这场危机 那么只会加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来临 美国财政部统计 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 美国失业率将突破20% 创下历史新高 这意味着1929年的悲剧很有可能重现 那么谁能拯救这场危机 没错 正是中国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 西方媒体一直在唱衰中国 关于中国经济崩溃论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 但是结果呢 中国用实力打脸了这些媒体 就拿2008年金融危机来说 西方主要经济体严重受挫 中国却依然保持着稳定增长 两年后还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资本不会说谎 就算特朗普拿出万亿美元救市 也不会起到显著效果 因为投资者对美国股市彻底失去了信心 反观中国股市却是一枝独秀 看来投资者对中国经济还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说在全球经济陷入困境时 只有中国才能带领大家脱离险境 这一秘密指的证实 40年来中国并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 这一奇迹被世界所称赞 不仅仅如此 中国保持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帮助世界经济以及相关国家摆脱贫困 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是如何创造这种奇迹的 答案很简单 身体素质强 中国奇迹也同样如此 从落后到跟袍者 再到领袍者 这中间的历练帮中国练出了硬朗的身子骨 不过除了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还需要有处理危机的能力 建国70年以来 中国经济也曾有过波动 只不过中国总是能够化解危机 对于即将爆发的经济危机 中国未雨绸缪 立即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以确保将损失降到最低 中国的贡献不仅仅如此 这些年来 中国帮助数亿人脱贫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第一位 以上种种说明 中国能够取得如此惊艳的经济奇迹 一切都是顺理成章 随着中国工业 服务业以及制造业的恢复 中国经济必然出现爆发式增长 看到美国股市的惨状 世界各国的投资商和贸易商 都会将注意力转到中国 他们手上拥有大把的钞票和资源 但他们缺乏信心 而此时此刻的中国 才是世界上唯一最值得信赖的国家 我相信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外资 如潮水般涌入中国 而我们也要做好迎接的准备 因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 最后 趁你病 要你命 美国也不要忘了 你们还欠中国1.1万亿美元 是时候考虑还钱了 小编分析中国将会利用特朗普的几个致命错误 一是贸易战 中国既然已经走上了分手道路 当然对贸易战有准备 中国不会追求贸易战 但特朗普如果搞贸易战 中国将不加阻拦并利用它 甚至刺激它发动贸易战 对中国来说 它的战略方向变了 中国商品除了满足自己人民的需要 将走向东南亚 欧洲 非洲 中东 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 将提升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对美国人民来说 事情恐怕不像特朗普描绘的那么美妙 现在还有什么商品 不含有Made in China的成分 中国有完整的数十万人的大型工厂 和上下游配套 对中国商品征收高税的直接结果 就是美国大众生活水准下降 本来还可以维持相对不错生活的美国人 立即会感受到艰难 换句话说 没有美国市场 中国会有短暂损失 但仍然可以生产丰富的产品 并培育和打开新的市场 但没有中国商品 美国人的生活将比现在还惨 以美国的速度 没有任何希望能短时间内 建立起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大型工厂 一旦贸易战打起来 估计中国会有相应政策打击美国本土企业 比如在中国设立企业生产的美国产品 可以按本土企业对待 而进口产品也相应高税 中国要注意的就是 区分外国企业和外国政府 避免国民攻击在华经营的企业 大家别忘了 中国即便只算最富裕人口 比中国总人口还多 这个市场加上一带一路的效应 对企业而言恐怕比美国本土市场吸引力更强 所以未必如特朗普所想 美国企业都回流 也许跑得更快 二是移民政策 美国人最愚蠢的地方就是没有认识到移民的作用 美国的高科技和近代科学 有几个是正经的本土白人告出来的 虽然赞成对危险的非法移民驱逐 但低学历的非法移民 却提供了美国劳力 高学历的合法移民 则支撑了美国科技 特朗普对移民的打击和收紧 将是个巨大错误 我想中国对美国收紧移民政策应该是欢迎的 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相信只要顺势而为 利用美国对移民的不友好政策 那么中国将迎来最有价值的人才回归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领域 华裔人才有优势 中国对此要更开放 非常简单 对于华裔一律发放永久居留 来去自如 对于他国人才 只要高科技企业录用并支付 不低于本地人才的合理薪资 那一律允许其在中国生活工作 不要添那么多表格和审查了 相信企业自己对人才的筛选更靠谱 对来到中国的人才 购车免税 购自助房补贴 三是外来投资限制 美国人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总是心存疑虑 这也是个错误 平心而论 华为 万达 这些都是企业而已 我不相信他们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什么威胁 但中国要利用美国人的这些心理 顺势把中国资本倒向符合战略方向的国家和地区 既然美国不欢迎中国的投资 那正好 那正好配合一下 中国对大俄对外投资已经在审查 四是日本和台湾 美国觉得日本和台湾可以被当作棋子对付中国 实际上中国也会利用他们来牵制美国呢 中国只要在南海 东海和台海搞搞事 这些美国的小弟就会去求忽悠干爹干涉 对中国来说 这可以吸引和消耗美国的精力 而美国多投点兵力 多派点航母来对中国却无所谓 反正你也不能怎么着 对中国只是家门口的练手 额外消耗不多 但却可以牵制对手 再怎么折腾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最后还是中国的地盘 日本 台湾 韩国 最后也会明白 只能跟着中国混识会一些 五是美国国债 我想经过奥巴马时代 中国已经认识到 美国不是个可靠的伙伴 而且狂妄自大 甚至愚蠢 持有美国国债 有很大风险 所以估计中国会坚定降低 甚至全部抛售持有的美国债券 转而将资产转换为 其他投资和多种货币 包括黄金 说实话 把美国国债换成战略位置的 外国港口 机场 矿产 不是更好吗 尤其是一些小国家 如果港口里停着中国的军舰 同时拥有一些矿产和能源的股份 这比持有美国国债强多了 持有废纸 还不如囤积粮食和矿产资源 美国人借钱装大头 让他们自己玩这个游戏去 不陪他们玩了 我想中国的领导者已经明白这个道理 正在顺势转换资产 当然这个过程不能太明显 以防其他国家跟风 如果美国可以认识并接受这个历史趋势 在自己的地盘里好好建设自己的家园 那我相信中美虽然分手了 仍然可以和平共处 力上往来 如果继续盲目自信 那可能真的彻底脱钩 以前贫若时 中国都敢和苏联打起来 如果叙利亚都敢和美国叫板 你能期望中国会在美国的威胁下退让 所以 希望美国能想明白这一点 既然中国无意和美国为敌 何必自我选择和中国为敌呢 于个人而言 美国的自然环境目前还是适合居住的 但安全和社会排外倾向已经让人不安 个人是无所谓的 哪里舒服去哪里 但对于国家而言 不知道美国究竟还有多少本钱 可以吸引中国继续维持和它的争吵生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